83. 《蘋果日報》 月份牌廣告上的飛釘 2015年7月26日 名彩論壇 E03點指除緣增記何時我對以性作招來Sex Appeal 的商業廣告特別感興趣 找來美國專研性廣告學者Tom Reichert 的兩本專書 The Evotic History of Advertising 與Sex In Advertising 一讀 可惜論述指覆蓋西方廣告 讀專揚紐陽場 讀起來小了一份親切感 我有個心願 希望逐步搜集研究東方的聖相關題材廣告 寫一本華洋合集聖廣告大傳 書名也想好聊 叫廣告聖經 若有機會出版 我會送一打給蔡志森 研究以性作賣點的東方廣告 始於清末而勝於民初的上海月份牌 是個有趣寶庫 月份牌事源於上海的海報廣告 當年愛知紛紛進軍十里洋場 西方品牌落戶中國 並引入外國盛行的平面海報宣傳手法 作品牌營銷 楊商早期直接從外國運進西方品牌原裝海報 但發覺中國百姓對紅蘇綠眼的主角不特別開胃 隨馬上變焦 將中國歷史 民間神話作為海報主題 配以產品圖片與廣告信息 再令印上年力入期 例如馮天太陽煙公司就以女洞賓三棄白馬丹的民間故事作主套像 推廣旗下的白馬牌 足球牌 美女牌 及福特寶勒福德布香煙 相當久不達白 但由於月曆實用性高 加上主題是中國人熟悉的故事 故吸引到民眾拿維加中張貼 品牌信息 直入家居 外商法國此朝見效 火速發展月份牌廣告 英美煙草等具企更為中國人進郊版印刷機 創造了大量印刷彩色海報的技術條件 華資企業也使用者宣傳媒介 齊齊招攬中外畫家從事創作 這群華師正是中國二十世紀初的廣告Creative人 月份牌廣告有找著名畫家約稿製作的 也有一些現成月份牌畫片 由畫片寫大量印製 讓廣告客戶購買在自己家想商號、商品、年歷等 這是民初的Stockfnitner概念 據說 當年上海有間茶樓叫青年國 經常聚集一大班廣告商與印刷商 討論月份牌廣告製作 一些不知名的畫家就會到茶樓附近向廠商推介自己畫作 這是民初的Pitching與Freelancer市場 民初廣告客戶比今天的一些營銷人還聰明 他們明白讓海報入屋的重要 所以產品圖片Product Short做得很細 且放在月份牌底下畫邊旁 因為若大大個放於正中 影響了主題圖像 海報便會被民眾拒於門外 這是一零零年前營銷者的智慧 為令民眾視月份牌為家居必備 Sex Appeal被派上用場 月份牌主題開始衝擊美女圖像 畫中美女穿上進顯美好身材的旗袍 也有細風時裝 在三十年代月份牌的創作全盛期 阮寧玉、李麗華等電影明星都被劃進海報中 我曾經見過有些廣告畫中的美女 擺明女新男商 有點黃祖男Feel 後來讀到張彥鋒的老月份牌廣告畫 才知道這些男扮女裝的形象 事源於當時的戲曲反串 例如有月份牌便採用名經劇演員 梅蘭芳扮演的代玉中花為角色及畫面主題 月份牌美人畫中的美女們 經常被畫成八、九頭身、高輪 今天的鬼妹Model 除了為柴 身形收場好可愛 還有另一有趣原因 當時中國人喜歡極長的調屏畫 一式四張的四調屏成為月份牌的上用格式 為填滿哪個極長空間 廣告美人最歌歌畫得象外星人般不成比例 二十年代 其時身為上海美專年輕校長的劉海叔 提倡用真人無特兒讓學生練習裸體或掃描的西方觀念 受到保守為盜者評擊 但此新潮開放概念卻在民間發酵 無數裸女圖片在上海一攝照相館、茶樓、雜貨攤等地出售 這以藝術為名咸濕為實的作品 有點像今天中國書店發售的人體攝影畫策 在當年大受歡迎 部分廣告相信應此風潮 開始在月份牌廣告中加嫌添咸 廣告中美女上身全裸有知 路洞西單邊半球有知 路南北單邊半球有知 但畢竟直接露肉有點過火 故在月份牌美女中有不少飛釘畫面 你可視之為忍悔地涵濕的處理 也能正面理解為民初婦女的思想解放與新潮演繹 因當時中國婦女開始走出規格、接觸外界 英美煙草老都牌香煙1908年的一張月份牌 便以閒座婦女接受派對請鐵圍圖、內心西方女權主義思想 密犯女性與解放女性的概念 同時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芽與角力 探討中國廣告的Sex Appeal是一個大課題 上海月份牌美女旗譜的飛釘是一個不錯的研究起點 作者財經版昔日文章 母號雙斜線 Apple Next Media Comments and Index 16633517